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体走势依然是以跌为主 但是跌幅都控制在0.5%以内 美国方面的话 美国昨天股市也不幸再次下跌 大盘包括了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标普 500三大指数均下跌达到0.3% 那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将正式入驻白宫 并且会在晚上发表他的就职讲话 那届时的话相信今天晚上所有的市场 都会盯着他的讲话内容 因此我们判断所有的货币 在今晚都会有重大的变化 或者说行情会非常的波动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热点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 中国的A股一直是大家吵着 是想加入国际指数基金 但是在最近我们听到这个证监会发出的声音 是由证监会副主席说到 中国的A股指数不一定要急着加入MSCI 也就是国际指数 我们今天就来谈论一下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 几次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 国内的媒体都说到 这次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肯定能够加入国际指数 但是最后结果都是非常的不尽如人意 那么在昨天的证监会副主席方海星 突然就放出话来说 说到中国的A股 并不一定要急着加入国际指数基金 那他这个话跟之前所有的舆论的发言 却完全是相反的 因为之前所有的人都在说 中国应该加入这个指数 不加入这个指数的话 那么少了中国 它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指数 那么话是这么讲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为何中国要急于加入这个指数基金 那为什么呢 后来证监会副主席又会说到 现在不用着急 那么首先要了解到 为什么要急于加入 就要了解到加入之后有什么好处 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知道这个MSEI指数基金 它其实就是美国的一个公司 把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 它有的时候是说到全世界的股市 那么就大部分的这个主体国家 有的时候呢会说到呢 是发展中国家指数 那么就是由发展中国家的 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股市 所平均这个除全以后组成的一个价格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加入之后 对于中国的股市会是一个利好呢 因为呢世界上有很多的 比如说养老基金 或者是被动投资基金 这些基金呢都会把一部分的资产配置呢 是放在股市上 当然了 他们不可能去单个的买股票 很多时候呢 他们会去买指数产品 那么指数产品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就会涉及到的 是投资在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或者呢投资在其他指数 根据指数的不同 每个产品呢都会各有侧重 但是呢 如果中国的A股能够被加入到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指数 或者是全球股指的指数 这个两个产品中 那么很多的 这个购买这个基金的 这个基金本身 就真的是需要去中国 购买A股的大盘股 来确保呢 它这个等比例关系得到确认 那么我们简而言之 换句话说就是 一旦加入之后 会有外资是强行的 或者说叫做强迫性的 必须购买A股 这么来说 其实这个很大程度上来说呢 对于中国 我们本身来说的话呢 就会吸引到很多的外资 同时呢 A股也能风险得到一定的分散 那么为什么在过去几年 一直没有成功呢 其实一个重要的方面呢 是说到呢 就是这个关于投资 特别是资金流向的问题 换而言之 就是国外资金 国际投资者 把这个资金转进来之后 是没问题 但是转进来的时候 也是要通过特殊渠道 叫做一个QFIT的通道进来 投资了以后呢 但是在他们卖出去的时候 卖多少 什么时候卖 卖了以后的钱能不能转 这些在目前的政策之下 都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对整一个国际投资者来说 他可以买 买入的时候已经比较麻烦了 卖出的时候呢 麻烦就更加大 那这就大大的不便于了 这个资金进入A股通道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证监会能够解决的 实际上它是要牵制到财务部 牵制到中央央行 外汇的结算 以及呢 甚至于和目前最新的外汇管制政策呢 起到了一个冲突的这个效果 所以说目前的政策来看 在今年到从现在一月底到今年的四五月份 重新申请批复日 三四个月之内呢 在我看来呢 在政策方面很难出现重大的改革 其实这个原因呢 很大程度上呢 才是现在这个证监会副主席提出的 这个A股不急于加入的一个潜在因素 换句话说就是 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就像我们知道小孩呢 明知道啊 这两这个学期没学好 可能考试的时候会考杂 他会提前跟父母说 这个我可能这次发挥的不会很好 你不要期望我考九十多分了 可能我只有七八十分了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减少一些事后呢 家长会时的一些责备 其实所以我们也知道 如果来说现在他们明知道这个政策 不会有太大改变 那么既然今年和去年相比 在政策上没有发生改变 那很有可能 其结果也是一样的 当然了 这也是仅仅是我的一家之言 完全有可能呢 并不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在我看来 可能原因这个原因呢 也是其中之一 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到 这个如果中国的A股指数基金 没有被纳入 没有被纳入国际指数 那是不是对A股会有不好的影响 那其实关于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首先我们要实话实说的是呢 如果今年或明年或者以后 能够加入到这个世界指数产品中去 那么这毫无疑问 对于A股来说 是一个有利的信息 也就是A股呢 能融入到世界大家庭中 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地方 但是即使是今年没有成功 甚至于明年没有成功 但是在我看来呢 目前的A股 特别是海外投资者呢 只能投资A50产品 依然是长线 非常看好的一个产品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之前也是已经用了很多的篇幅说到 在目前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之下 国内呢 需有很多这个资产保值的需求 那你如何保值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纸币兑换成实物 那么有什么实物是增值的呢 在之前当然就是房地产是增值的 但是在今年呢 房地产呢被控制住了 不但不涨 甚至有的城市还有轻微的下跌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资金呢 只有留在资本市场 可能才会保值 所以说 从人民币保值的角度 从房地产调控的角度来说 国家为了促进增长 促进消费型的转型 必须留一个口子 给人们呢 这个收入提高创作条件 在我看来的话呢 股市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所以说 从大的政策面上来看的话呢 人民币下跌 这个楼市 这个管理更加严格 是给呢 股市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而从技术上来看呢 在A50指数 从目前来看 从去年的9月开始正式上涨到现在 始终是保持在了日线级别的上升通道之中 并没有被打破 这个呢 也是我现在对于A50产品依然是有很大信心的另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在基本的政策面到细节的技术面来看 A股的长期走势 我们国外产品呢 叫做A50产品 这长期走势在目前依然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是 今天事情比较多 在中午12点 美联储主席已经讲过话了 下午一点钟呢 中国的GDP季度数据 以及工业产出数据 到了晚上8点半 英国零售数据 到了晚上的12点30分 是加拿大通胀 以及加拿大的核心零售业数据 以及呢 到了最后时间 可能是在明天凌晨的大约是三四点钟 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就职演说 那么今天晚上呢 就注定是一个不免业 各位朋友们呢 如果仓位比较重 可要注意保护好风险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再见